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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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在焊接的过程中突然这种情况焊不住的话 地下可以选择加焊丝填补一下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我们冷焊机融焊丝的时候 这个乌针要放到焊丝正前方 不能放到焊丝正上方 放到正上方的话 这样就会起穷 融化不了这个焊丝 一定要放到焊丝正前方 如果像这种焊不住的话 可以选择沾一下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也就是焊来后的效果 好 好 像这样焊不住的话 第一个点可以选择沾一下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一片过来 大an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焊不住的话 就找上一个完整焊点 从它的尾部开始往下焊 一个焊点就是上一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不用焊它太腻 再做補好厚的效果 再做補好厚的效果 控制我们的焊点力 冷焊接熔焊丝的时候 这个污震一定要放到焊丝正前方 不能放到焊丝正上方 放到它正上方的话 就像这样 起球融化不了这汉丝 再把它放在焊点上 烤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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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冷汗基加汗色的时候 这个污震一定要放到汗色正前方 这样就形成一个汗点 顺着这个汗点的尾部往下走 如果打到汗色正上方的话 就像这样气球融化不了这汗色 这种汗有震灵的风格 这种汗色尾部往下走 这个汗色尾部往下走 这个汗有震灵的风格 有震灵的风格 很好的 这个汗色尾部往下走 这种汗色尾部往下走 烤骨 骨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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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